大家好,我是清潜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虫瓣太阳花入冬的三个方法 虫瓣太阳花呢 颜色很多 开出来的花也特别漂亮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耐寒 比较容易冻死 气温在十几度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准备开始给它做保暖措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能找到特别大的那种泡沫箱 最好是带盖子的 如果我们的花盆不是很大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连盆一起 把它放入泡沫箱里面 留一点点缝隙 因为泡沫箱它保暖作用相当不错的 第二个方法呢 是搬入室内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 然后在花盆上面呢 覆盖厚厚的一层干的巨蟹 这样子呢也能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用我们家里面的食用油壶 那种大的给它下面剪掉 直接扣在我们的花盆上面 这样呢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暖保温的作用 当然除了这三种方法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将太阳花呢 用一个大的方便袋呢 给它包裹起来 最好呢都是把它们放在家里面 气温最高避风光照充足的地方 然后留一点点缝隙 还有一点就要掌握的是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不要给它浇过多的水 尤其是气温在10度左右的时候呢 给它浇水 被冻伤的概率比较大 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就是 有很多花友朋友们说 它们的太阳花能迅利的渡冬 但是都在死在了春天 其实呢在我们江南这一带呢 有一个稻春寒 稻春寒呢它也是挺严重的 所以呢我们就是不要过早的 把它搬到户外 气温至少要稳定在20度以上呢 我们才把它搬到户外正常的养护 这样存活的几率更大一些 我是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亲切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 转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